针对体制选择食物属性 药疗不如食疗 俗话说 药疗不如食疗 即说中医从古至今 药物和食物人们还是分得清的 如今什么是食物 什么是药物 却有些人糊涂了 拿食品当药物骗人 现在市场上随处可见声称能降压或降脂 降糖等的保健食品 据商家介绍 这些食品不是药物剩次药物 幼稚病又安全还没有任何副作用 此外害怕吃药有副作用 拿苦瓜 南瓜当降糖要的也不时有所听闻 拿药品当食品吃的虽然比较少 但爱漂亮的女性为了节食减肥 不惜损身体 拿维他命丸当饭吃 只要营养不要热量的吃法也不少见 其实食物就是食物 药物就是药物 这是不容混淆的 食物的功能是供给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和热量 但不能改变人体的含热虚实 即使某些食品可能会影响人体的含热虚实变化 其作用也不可能达到药物的程度 对于中医 药物的功能则是通过影响人体的含热虚实来治疗疾病 使虚者食之 食者泄之 或清火或驱寒而使病邪消退 用之对症则见效 用不对症则有副作用 其对人体的营养供给意义不大 就如《医学中》中参西录中所说 食疗病人扶之 不但疗病 病可冲击 不但冲击 更可适口 用之对症 病自见欲 即不对症 亦无他患 换句话说 食疗剩余要疗 就在于用错了也没有副作用 但正因其没有副作用 不能及时纠正人体的含热虚实 效果自然要打折扣了 需要长期使用 才能慢慢见效 话虽如此 食品和中药材都有含热属性 尤其是一些游走于药材和食物之间的药品 我们究竟是拿它们当食物吃 还是拿它们当药品来治病呢